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這個地方其實被譽為是九州的秘境 然後這裡的溫泉 西野溫泉可是日本三大美積溫泉之一 而且這個不是隨便評選的 這是由中央溫泉研究所的博士 針對它的溫泉裡面的全職 是用科學的方式驗證它是 真正的架槓的美積溫泉 所以對你的皮膚非常好 所以泡的時候就會像我一樣 滑溜溜溜溜 對 非常的溜 所以來到這邊一定要在這邊注意完 因為這邊的溫泉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這間就是這個 左賀的湯塊度假村 這個度假村是我真的無意之間發現的一個 日本的平價CP值超高的連鎖溫泉飯店 它不是走那種很奢華或是很浮誇 但它就走很平價 然後設施多到爆 然後溫泉也非常好的一個度假村 先講它的location 因為其實左賀的西野溫泉也不大 那溫泉箱一定要住在它的正中心 所以這個飯店它就距離這個像是 風雨季神社 還有湯樹廣場 走路都是在5分鐘以內 景點都很近 所以就是在正中心 所以它的這個交通地理位置很棒 那如果說大家沒有開車的話 它也有提供從博多站 因為如果說大家飛到福岡 從博多站它有這個接駁車 可以直接接送到這個西野溫泉的湯 直接從市區就接過來 對 所以其實很方便 你開車或是坐巴士都非常方便 你不用租車了 那它的房間就是有各式各樣的房型 包括是現在大家喜歡的這種榻榻米房型 或是陽式的 或是那種河陽式的 通通都有 那當然來到這邊最重要的就是要享受溫泉 所以它有這個各式各樣的溫泉 因為它的房間是沒有這個浴室的 像我那時候住的是陽式的房間 是沒有浴室的 所以沒關係 因為我們要去這個浴場 洗澡就一定要去大浴場 它有這個大浴場 然後這個戶外的露天風雨 因為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露天的 因為我覺得泡溫泉一定要在露天的風雨泡才有感覺 然後除了這個溫泉 有這個大浴場 還有露天風雨以外 這家飯店的特色就是它的設施真的多到包 有哪些 我一定要看一下 我才唸得出來 就是有電動漫畫機 按摩椅 然後腳底按摩椅 然後桌球電動 抓娃娃機 最誇張的是 還有卡拉OK 難道叫度假村 我跟你講真的很誇張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 我想說哇塞 什麼所有日本人都在大天去幹嘛 他們就很忙 有人在看書 看漫畫 然後有人在按摩 然後甚至有卡拉OK 真的有好幾間卡拉OK 而且它是有一些免費時段可以使用的 是 它免費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切實在太奇妙了 因為很少看到有這樣子 大規模的溫泉度假飯店 然後還提供這麼多免費的食物 滿個子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CP整高 然後再加上它的美食也很不錯 因為像我那時候訂 就是訂一泊二食 早餐跟晚餐 晚餐也是Buffet 然後我光是那個生魚片 我大概吃了三四輪吧 超級划算的 然後各式各樣的日本的這個 就是美食 然後還有像是甜點等等 都可以DIY 所以我覺得它的這個Buffet 跟早餐也是非常非常的超值 對 價格你剛剛一直講到平價 對啊 到底這個一定要說 住一晚要多少錢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兩千多塊 兩千八百多塊 寒早餐 然後我眼睛這麼不到三千塊的價格 真的CP值超高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自己訂了一泊二十 四千多塊 所以我才覺得天啊怎麼這麼划算 還有Buffet可以吃 哎唷 而且我們查了這是官網的價格 但是週間寒早餐 看到這個價格真的眼睛為之一亮 很心動欸 不會是左館 對 現在台灣人很多人喜歡去這種 比較清幽的小城鎮 那想問一下曉芳啊 左館這邊除了可以找超級阿瑪之外 還可以玩什麼咧 我給大家必看 哦 必摸 哦有 必吃 有有有 整理好了 有有有 沒錯 我直接呢就先來講 什麼東西一定要摸好不好 必摸 對 就是這個風浴機神社 這個風浴神社在溫泉街上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為什麼一定要去這邊摸什麼呢 那事實上在這個神社會 會碰碰三大 其中有一個就是風浴機 其實風浴機它本身就是 就是海王的女神就對了 所以基本上它象徵了什麼 象徵的權利 還有安產就是多產繁榮 這樣子的一個象徵 那最主要它有一個名稱叫 美姬之神 但是麻煩你不是需要摸這個風浴機 你要摸它旁邊的使者 就是白鳞魚 摸一摸你就會你知道有美麗的肌膚 那當然除了摸之外呢 在它這個附近的一個廣場 就可以好好地做一個族語 那剛剛艾瑞克以自己一直形容了 西野溫泉有多麼好多毛 所以它就是碳酸氫鹽犬 所以不但可以泡起來咕嚕咕嚕 還可以喝 喝啊 對 所以必吃的叫做湯豆腐 湯豆腐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豆腐 這個西野溫泉煮出來的豆腐是怎麼樣 第一它是用當地生產的黃豆去做的豆腐 那西野溫泉它很妙 它可以分解這種裡面的蛋白質 豆腐裡面的蛋白質 所以大家都煮過豆腐湯 你是不是都是輕輕的 不然就衛生味噌那種 它煮出來的豆腐湯是白色的 白色的 因為它分解這個蛋白質 然後這個豆腐用這樣的黃豆 再用這個西野溫泉一煮起來 我跟你講絕妙的滋味 它這樣吃起來入口即化 那湯又非常的不一樣 清爽好吃 所以你一定要去摸白鳥魚 再一定要去吃豆腐 所以到了佐賀 不只溫泉厲害 景點的部分也不能錯過 所以這第一個 艾瑞克所推薦的 直接到了佐賀西野溫泉 我們剛剛提到不只要推薦 也要看看其他達人買不買單 真正了艾瑞克的提案 請舉牌 來看到右手邊 一百分齊悅哥這邊都是舉半顆星而已 左手邊都是一顆星 明明還蠻厲害的 但居然只獲得了三顆星 來看到電視牆 這分數差強人意喔 對啊 齊悅哥 你今天是要展現你的權威嗎 得高望重 不是 因為呢 剛剛艾瑞克講的那個溫泉 西野溫泉雖然很厲害 但是他畢竟只是專家認證 你想帶大家去看什麼 天皇認證 他親自認證哪裡呢 五雄溫泉 五雄 五雄溫泉就厲害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地方 大政天皇特地到那邊去泡湯 而且為什麼要去那邊泡呢 因為他的湯 才叫真正的美人之湯 不只只有大政天皇去 還有公本武藏也去 厲害了吧 所以說他這個地方 人家說他這個五雄溫泉的泉水 這個湯池呢 叫什麼 弱解性單純泉 而且他那個泉質上去沒有 他沒有那種 就是溫泉的那種刺鼻的那種硫磺味 對 泡上去之後是整個非常滑溜滑溜的感覺 而且呢 他這邊 就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是 他有這個溫泉的這個樓門 樓門 這個樓門呢 1300年的歷史 歷史悠久啊 那進去之後呢 還可以看到 他們大政天皇 泡湯的那個浴池 還流下來 到現在還在使用中 OK 他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文物了 是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在這個就是樓門那邊 可以看到整個這五雄溫泉這些 非常漂亮的溫泉的那些 溫泉丁家的那種感覺 接近 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呢 他這邊呢 你泡完溫泉 通常大家會覺得會餓對不對 對 好 會餓的話呢 在他旁邊的五雄站 他一定要去吃 知道什麼 就是那個便當 是便當 和牛便當 和牛 兩個字搬出來就厲害了 那一個是 九州連續三連霸必吃和牛便當 左賀牛 那個算是 左賀和牛 一個便當大概多2000塊日幣 上下 1600到2400 台幣大概500塊左右 可是那個便當是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跟川普吃一樣的 跟美國總統 川普訪問 川普訪問日本的時候 安倍計算就請他吃左賀和牛 就吃那種左賀和牛 所以說那個便當就必吃 我覺得你舉半顆心是有道理的 因為呢 這個是天皇泡的湯 這個便當是美國總統吃的便當 這個都很厲害 所以好 給半顆心我覺得 齊瑞哥有道理 但剛剛亦凡也只給半顆心 沒錯 那這裡呢 我們就要看一下亦凡推薦的 是不是也那麼厲害了 電視牆呢 我們立刻就來看到 亦凡要推薦帶我們到熊本 黑川溫泉 這個有比溪也厲害嗎 因為剛剛已經來到天皇泡的湯了嘛 我們現在直接來到仙女泡的湯 仙女啦 這哪是人啦 如果你說 蛤 可是我不是仙女怎麼辦 沒關係像我這種阿姨呢 泡完也會變仙女 好啊 也會變仙女喔 變身就對了 好 非常這個黑川溫泉 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呢 在阿蘇外圍山脈的北部區域 所以相對比較偏僻一點 那你就可想而知 它的人也比較稀少 對 它的車子比較難到達 搬車也很少 它就有一種 與世隔絕的那種美感 然後呢 你可以一邊泡著湯 一邊呼吸著芬多精 那因為它緊鄰著阿蘇山脈嘛 所以它的泉水量非常的豐富 泉質也非常的棒 所以泡完那個肌膚也 真的是非常的滑溜耶 整個的氛圍 你真的會覺得 你彷彿置身在仙境裡頭 所以它被票選為三大之最 它是日本百大名湯的首選 然後呢 它也是米其林二星推薦的名湯 第二最 它也是山林最美小鎮溫泉 第三最 對 所以你一定要來 這個黑川溫泉走一走看看 那既然已經來了呢 你一定要逛它的溫泉小街 不是到溫泉一定要逛它的街道嘛 其實它的街道是 蜿沿著這個山區而建造而成的 而且兩旁都是張戶時期的木造房子 雖然不大 但是呢 真的會讓你很放鬆很愜意 有吃的有玩的有伴手禮 還有我吃過最最最好吃的牛奶冰淇淋 在這裡啊 好香的好好吃 你可以一邊泡著足浴 一邊吃著冰淇淋 或者吃一顆溫泉蛋 然後就享受那樣的氛圍 那既然都已經來到黑川溫泉 又這麼難以到達 一定要住一晚嘛 找個地方住一下 我推薦這個 澳汁湯 這個溫泉會館呢 它為什麼很推 因為它是全部黑川溫泉地區 唯一有溫泉泳池的 溫泉游泳池 游泳池 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游啊 對像我們有小孩 就直接把它丟進去 對不對 爸媽就可以悠悠摘在旁邊喝個啤酒 然後泡泡足浴 所以它有溫泉泳池之外 它還有九處的露天風綠 而且它露天風綠有很多造型 有那種就是茅草屋的 半露天的 也有洞窟式的 然後也有一般的那種就是脫光光的 還有我們君凱最愛的 怎麼樣 落湯 穩玉啊 穩玉 後面不要比啊 我們今天看劇出來了 就在這裡了對不對 對 而且它房間也超棒 它房間就是有 剛剛這個艾瑞克講的 塔塔米式的大客廳 然後也有西式的床墊 然後你走到那個陽台去看 哇嗚 喔 怎麼樣 一整個你知道戶外的私人風綠就在眼前 而且它露台超級大 你可以聽著潺潺流水聲 然後看著這個一大片的森林景色 然後好好的靜靜的享受你的私人風綠 而且早餐也非常的豐盛 早餐就是那種會席料理 然後它有很多的和風小屋 都是他們飯店自己親手去醃漬的 所以是在別處吃不到的好味道 這樣一整套下來 我覺得價格 你也會很驚豔 來一個晚上 一泊二十喔 五千五百九十喔 對 房間就有私人風綠 不到六千塊喔 對 所以這算是高貴不貴 而且是一泊二十 還有自己的私人風綠 這個價格我覺得可以接受 還可以喔 只是都已經來到了熊本啊 那我們就要來問一下齊悅哥了 除了泡湯以外 熊本附近還有什麼景點不能錯過嗎 熊本景點有非常精彩的神秘森林 還有火火山 熊本居然還有神秘森林跟火火山 到底在哪裡呢 馬上回來 九州溫泉評見 剛剛我們是來到了熊本的黑川溫泉 然後齊悅哥說他帶我們去看火火山 這麼刺激耶 熊本城雖然說他有四百年歷史 他是個地標 但是大概看一看覺得不錯 但是真正好看在哪裡 好看在他的火火山 阿蘇火山是整個九州最重要的地標 阿蘇火山你從熊本一路往山上去 兩種方式 你呢如果是做當地的就是一日遊套券 大概要花兩千五百塊 但是呢你就可以不用自己開車 或是你自己開車大概一個多小時 那中間會經過海中間會經過草千里 在這個草千里之冰這個地方 就看到整個非常漂亮的這個大草園 上面有非常多的牛跟馬 那個牛不要小看 怎麼樣 左賀黑毛和牛 每一隻都好吃 每一隻都好吃 讚耶 而且還養很多 然後你還可以 如果說你夏天你可以在那邊騎馬 騎馬 對那邊有專門就是 你不會騎的話會有人幫你騎 怎麼有點曬外風光的感覺 對而且呢在整個草原 草原過去看到整個就是整個鏡頭 哇三軟疊 非常非常漂亮它的規模非常大 好 草原上去可以看到阿蘇火山 算是整個九州最有名的名山 因為它有七座 但是我們最常去看到這個 第一座的這個噴火山的那個噴發孔 光那個噴發孔就四公里 好大 它的那個圓周就是周廠 大概就四公里 面積很大 非常大 而且那個整個你遠遠看 就會聞到那種就是硫磺的 非常對 味道非常重 因為它是還在活躍的火火山 那這阿蘇火山你去看喔 在旁邊火山口旁邊會有很多的刁堡 對 一個一個刁堡 那刁堡其實你發現 因為它有那個洞可以進去 那個刁堡是在幹什麼的呢 就是如果火山有異常活動的時候 萬一有不正常噴發的時候 是避難所 避難坑的感覺 所以它那個刁堡一定進了斜斜的 所以我們觀客可以去嗎 可以 它就是在旁邊 而且刁堡還有安全帽 裡面的安全帽什麼都有 因為它連這個東西都想到 表示它是一個活躍的火山 隨時可能會爆發 隨時可能會爆發 對 那阿蘇火山 只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這個火火山群之外呢 就要去哪裡 去那個上社群的熊野座神社 那個熊野座神社呢 是什麼 是整個算是九州地區 最熱門的IG打卡點 很多IG美照 日本非常多的網紅 或是旅遊達人 部落客 都會跑去那邊拍照 真的很漂亮 拍出來照片呢 會有那種非常漂亮的翠綠 深綠色的那種感覺 它從你車站呢 慢慢的往上走 它光那個 那個錶山道 就是它的參拜道路呢 兩側的十屆的十燈籠 就整個長滿了青苔 兩側十屆都長滿了青苔 它那個鳥頭 它兩根大鳥居 也長滿了非常深 深綠色的那種感覺 它整個佈滿 我跟你講 讓你覺得好像到了那種 神秘的森林裡面 那這個 它這個地方爆紅了 其實是因為一個少女的漫畫 雲火之聲 這個漫畫 就用這麼一位場景 好 那你整個拍照 可以讓你有得到 非常震撼的視覺效果之外 那邊有看到那個神社 它那個神社其實呢 也非常的有名 為什麼 因為那邊有一個非常 厲害的神話 就是呢 冤浪神社拜了三個神 就是九州的開天拼地的 男神跟女神 夫妻神 還有裡面還有一個大將軍 就是九州開天拼地的 那個大將軍 大家具有隨從叫鬼八法師 有一天他得罪的大將軍 大軍要殺他 他趕快逃跑 逃跑到這邊之後呢 因為 發現事情都是三臂 所以他就緊張之後 用腳一踢呢 就踢出一個大洞 就是後來整個神社後面 有一個非常 大的岩石 一個穿護岩 就是大的岩石中間破一個洞 就好像是那個洞被人家踢破之後 逃出去 佛琴無一角的概念 對 那 從這邊呢 就發現 原來這個地方這樣的景觀 他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是讓人家能夠突破困境 你在這麼 有絕境要被追殺的時候呢 你可以逃出生天 所以很多做生意的遇到不順的 後來這邊求拜拜說 改運 幫助他突破困境 讓他能夠突破現在的為難 但是他底下呢 又有長了非常多的竹柏樹 就是竹柏樹 那個竹柏樹呢 他們就是當地就說 這種是給什麼 女孩子出嫁的時候 摘那個竹柏樹的葉子 讓他放在 讓女孩子放在身上 幫新娘能夠平安順利出嫁 結緣跟這個神社保佑 所以說這邊又有 又有就是可以結緣 商人 生意興隆苦苦困境 所以他的整個的香火也非常鼎盛 那最重要還是因為 他的這個風景太神秘太絕美 所以變成了日本現在有名的打卡民所 所以一日行程只要2000多塊 剛剛齊悅哥走這些行程 你也可以一網打盡 這裡就是亦凡所推薦的 已經來到了左鶴的這個黑川溫泉 那其他的達人又覺得怎麼樣呢 又要到了這個見的時刻了 其他的達人來請舉牌 來看到亦凡所推薦的在這裡 右邊兩位都是給新沒問題 左左邊 小芳就是不給 好 所以連半看新都不給啊 我還綜藝 所以亦凡電視翔來看到呢 所推薦的這個黑川溫泉獲得了三顆星 但是呢這個小芳這厲害的 連半顆都不給 他要推薦去哪裡呢 要推薦去大分的游部院溫泉 這個知名度真的就很高了 你看吧剛剛有什麼溫泉協會認證 天皇認證 仙女認證 這個其實都太不接地氣了你知道嗎 游部院可是日本OL票選最最最適合泡的溫泉地 民眾直接要選投票 然後接近是要親密一點啊 首先講一下其實在游部院的溫泉呢 基本上它的泉遠處有852處 這個真的很多已經僅次於別府了 所以可以說是日本的第二大 因為這個游部院就在游部山路下 那九崇山環繞在裡面 它其實是有點盆地的樣子 又在大分川穿過的這個起中 所以整個氛圍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們講講它是什麼泉 就叫單純泉 那大家會想什麼叫單純泉 事實上單純泉就是大概 溫度大概25度 而且是對 就是這種沒有很高 而且是比較溫和 沒有那種很刺鼻的味道 因為大家去游部院一定知道精靈湖 那我現在介紹這個地方 就在精靈湖的旁邊 那我先講它的環境 它有一萬坪這麼大 就在精靈湖的旁邊 但只有21間房 每間房占面積很大 對 21間房有15間是屬於日式的 那6間是屬於陽式的 當然我一定推薦大家去住日式的房子 而且它每個窗打出來 都會有那種庭園的景色 我覺得然後裡面當然有自己的湯屋 就是自己可以泡湯 處處都有細節的 對 但是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去公共這個大湯屋 這個湯池是真的很不一樣 它以樹幹為概念 中央一個樹幹 然後樹枝的枝蓋出去的時候 是一個六角形 而且附有玻璃 那你這樣子一個天井 在有日光下來打下來的時候 是非常不一樣 那晚上去泡可能就會有星光 所以在裡面泡這個湯池 我覺得露天其實我也是很喜歡 可是有玻璃其實至少如果 半露天 對 是不是比較沒有那麼冷 所以我個人很推薦你就是 你要泡自己的湯屋也要去這個大露天的湯池 說真話一泊二十 是 好連吃都是不一樣 價格 價格 所以這個比較大 把玉璃十足嗎 來 一個晚上 一泊二十 原來都喜歡那麼貴的飯店 你訂你訂 我對不起 為什麼你是不是 我好像也不行 我想問一下艾瑞克 對 如果我們想要享受這邊 游不願的溫泉 因為我不想要那麼貴的話 你推薦什麼 當然 因為剛剛那實在是有點太貴了一點 對 但是我要介紹這家 一樣是非常的奢華 而且高貴但是不貴 對 就是這一家大分的借游不願 借游不願 對 而且我要特別說一下 因為我喜歡新飯店 剛剛那間稍微的有歷史感了一點點 所以這家飯店是在2022年8月 還新開幕的 全新的開幕 然後這一家飯店它除了就是有很棒的溫泉以外 最厲害的是 它可以讓你同時欣賞到這個梯田的景觀 梯田 對 所以可以有這個視覺 然後還有身體的這個溜感的一個療癒之旅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它的location其實是蠻好的 因為我們剛剛那是在正中間 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在距離遊不願那個街道 大概是10分鐘車程的地方 所以有一種鬧鐘取勁 而且讓你有一種就是與世隔絕的感覺 對 然後它是 它是座落在這個遊不月 遊不月 是它的一座火火山 所以你在這邊你就可以同時看到一些山景 然後你還可以泡溫泉還有看到梯田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選擇 對 那再來就是因為它是全新的 它融合了很多這個特色的一些創意的一些設計 因為它是由這個非常有名的建築大師 魏妍武所設計的 那所以你走進它的這個房間 走進它的這個公共設施 你會看到很多不一樣的設計 比如說一開始我們進到房間 你就會聞到一股很溫和 不刺鼻的榻榻米的香氣 那選用的是九州當地產的 非常高品質的令草 所編織的這個榻榻米 所以質感非常的好 還有包括它的床頭板 它的桌椅都是用竹片所製的 也是大分線這邊產的非常好的竹子 所打造而成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這個房間其實容很多的設計感 然後它有很多的房型 比如說有這個合適的房型 然後有這種獨棟的房型 比如說住立在梯田之內的房型 這個好酷喔 住在梯田裡面的房子 對 它這是獨棟的房型 就是比較貴一點點 那再來我自己最喜歡的是有那種 溫泉小屋的房型 也就是在你自己的房間 裡面就有一個小小的這種紙湯屋 你可以泡在那邊 然後最棒的是我剛剛講說 因為它是注立在梯田裡面 對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四季這個梯田的變化 比如說春天的時候 差一樣的時候就是水田 倒映的時候 那夏天的話就是綠柚柚一片 秋天的時候是金色的稻稅這樣子搖曳 冬天的時候就是有不同的感受 四季景觀都不一樣 對 所以你就是在這邊 完全可以看得到四季的變化 除了溫泉以外 你整個人都被他療癒了 對 那當然還有美食啊 比如說九州的這個河豚的刺身 河豚刺身 河豚等等的 所以來這邊呢就是讓你飽足 眼睛也飽足 然後你的整個身心也都飽足了 目前什麼都好 都好 價格好 也不錯 剛剛要一萬九 現在呢 不到零頭啊 對不對 對 直接減一萬 對 給各位做參考了 只是呢 剛剛都已經來到了游步院 這個喔唷唷最喜歡的地方 那現場呢放一望去 喔唷唷 來到游步院 要不要去哪裡玩啊 是的 是的總裁 沒有上次游步 因為大家都比較熟悉 精靈湖嘛 那沿著精靈湖旁邊 就有湯汁瓶商店街 我今天幫大家整理出來 你必去逛 而且必吃的點有哪些 必去逛的呢就包含了這個 我給大家看一下 來來 You food in floral village 你聽到他這個名字 就知道他充滿了花花草草 花灰綠意盎然的感覺 你想說他要看花草而已嗎 對不對 今天是OL代表 我們進到這個小園區呢 你一定會一直喊那三個字 哪三個 可愛喔 好可愛喔 因為他整個園區是用彩色的 小石頭屋去打造而成的 有點像北歐小鎮 有點像英國小鎮那種 鄉村可愛的氣氛 那裡面除了有伴手禮 有吃的 有甜點 有咖啡 然後也有花花草草 遠端就是山景 你怎麼拍就真的很像明信片 而且更可愛的是 你帶小孩去你會瘋掉 因為他還有小動物 有小羊 小兔子 小松鼠 在這裡面也有 對 然後你可以近距離摸牠 餵食牠這樣子 而且整個園區管理得非常好 所以這是在湯汁瓶商店街 我必推的必去的一個景點 因為真的太可愛了 然後再來呢 沿著這個商店街 還有像是史努比茶屋 這個也非常有名 還有必吃的就是這一家 這什麼 由不願心 你就記一個心臟的心 這個是當地人都會去排隊吃的 吃什麼 你知道它其實就是吃豐厚牛腐飯 它是用土鍋去蒸的一鍋 那種豐厚牛厚厚的一層 又一層又一層的那個豐厚牛肉 然後下面那個你知道 日本的白米飯就是非常好吃 然後它用那個土鍋去蒸 它把那個牛的油都蒸到透進那個米芯裡面 你光是它有三吃 你第一吃就是單吃它的原味 牛肉跟飯的味道 很香 你知道就是台灣的燒肉飯已經一絕了對不對 它比燒肉飯還要再提高一個層次 我現在講一講就開始有點口水 好想吃肉 然後再來第二吃你就是加它的 比如說芥末或是一些香料 去拌在一起 又有不同的層次出現 第三吃有點像我們吃鰻魚飯的茶泡飯 是 它就給你昆布高湯攪進去 然後你又是一種那種 茶泡飯的那種不同的風味 然後它的小菜也非常好 都是店家自己去手工打造的 所以這個新這家店 雖然要排隊15到20分鐘 但是我告訴你值回票價 一定要去吃 然後再來呢 還有這個甜點的部分 還有這個當地人都很推薦的 B-Speak奶油捲 那這個最好是先預約 不然有時候可能會鋪空氣 也是很多人在排隊對不對 對 而且是Local都會去吃的 然後還有像我推薦的金賞可樂餅 大家都聽過 金賞可樂餅是日本第一的可樂餅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有這麼厲害嗎 買一個來吃吃看 結果一看它的橫切麵 是這麼厚的一個可樂餅 然後外面炸得超脆 而且不油 我覺得很厲害是可樂餅可以炸到不油 然後裡面是倒得超級碎 超級蜜的那個馬鈴薯泥 然後搭配一點點很簡單的鹽巴 黑胡椒 你就覺得哇塞 怎麼會這麼的你知道好吃 脆口又不膩這種味道 難怪會第一名 哎呦 所以遊牧院不只有溫泉 吃的還有一些景點 通通一次都帶給大家了 這個是小方所推薦的 那其他答案又覺得如何呢 現在要考驗友情的時刻囉 針對小方所推薦的請舉牌 來右手邊呢 齊瑞哥跟亦凡都是一顆心 左手邊小方一顆心 阿瑞哥只有半顆心 這怎麼可以嗎 我喜歡的我就喜歡 阿瑞哥居然不喜歡 所以來看到電視牆 這小方所推薦獲得了3.5顆心 分數其實也是很高啦 那唯一那半咖 阿瑞哥為什麼咧 其實OL喜歡的我也喜歡 但是呢 接下來我想要加碼加碼加碼 推薦一個就是在這個 日本唯一的鯊魚溫泉 日本唯一鯊魚溫泉 加碼推薦 休息一下 九州溫泉大評鑑啦 剛剛來到了油布院 艾瑞哥居然不買帳 他只給半顆 他說他要加碼推薦一個 全日本唯一的鯊魚溫泉 鯊魚溫泉沒錯 在其實呢 這個九州的最南端 就是鹿兒島 鹿兒島 對今天要帶大家呢 就是玩一遍整個九州 所以我再加碼一個 因為呢這個指數的鯊魚溫泉 是日本唯一一個 也是全世界非常稀有少數的 這個鯊魚溫泉 對其實呢在這個鹿兒島這邊呢 其實它的定理位置 就是剛好在最下面 然後其實你要到這個指數這邊 也不會很遠 因為從鹿兒島市區到這邊 其實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抵達了 那現在想一下這個鯊魚溫泉 到底什麼叫做鯊魚溫泉 對啊 這秋香的照片 你會是不是覺得很奇妙 鯊魚溫泉在哪裡 好可愛喔 你看這個裡面一個一個一個 很可愛又有點詭異耶 有點奇怪對不對 但是其實它也是非常棒的一個溫泉 怎麼說呢 大家會想說 沙子裡面怎麼可能溫泉 其實是因為這個沙灘的後面的山上的溫泉 因為順著山坡留下來之後 然後把這個沙灘整個加熱了 大概你泡在裡面 或是埋在裡面 大概十分鐘 就會讓你整個通體舒暢 很麻煩 對 大汗淋漓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其實在這個指數這邊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泉源 對 那要推薦哪一個地方住宿是最重要的 去哪裡被活埋要選擇一下 對 這一家可能沒有混浴 但是它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 登登 白水館 白水館 對 它的佔地非常非常的大 有五萬坪 五萬坪啊 五萬坪是什麼概念你知道嗎 是超級大的 就是你根本其實逛一天都不夠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說 來到這邊真的住一晚是不夠的 如果你想要的話 就可能要住一晚 就等於一個學校的大小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的涉水非常非常多 除了當然有房間 有一些溫泉的部分以外 它竟然還有這個古蹟跟博物館 它裡面有一個就是可以展示 薩摩文物的一個博物館 什麼是薩摩 其實薩摩就是鹿兒島的古名 所以來到這邊 你就會看到這個薩摩傳承館裡面 有各式各樣跟鹿兒島相關的一些 就是文物的展示 但是最重要 但是我們是要來泡溫泉跟住宿嘛 它的房間的房型也非常的多元 然後每一間房間有河陽市的 河市的 洋市的 也有那種自己的日式庭園的 通通都有 然後最棒的是呢 它有日本這個鹿兒島這邊呢 少數的室內的鯊魚溫泉 然後除了這以外呢 當然是如果說你除了這個鯊魚溫泉 你也想要泡一些真正的溫泉 有水的有沒有 泡水的 泡湯的 有 你看一下它的這個大浴場 有多華麗 它是彷彿這種海龍王住的地方 宮殿 海上的那種龍宮的感覺 它都是宮殿風 然後其實它打造的是這種 復古江戶時期的感覺 有紅燈籠 小橋流水這樣 所以你在這邊 你就可以完全感受到那種 就是很華麗的那種宮殿的感覺 真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飯店呢 其實它除了這個 有很特色的紫蘇溫泉以外 其實它的設備 還有它整體這個園區啊 就是規模太大了 大到它像一個遊樂園一樣 非常的好玩 哎呦 那價格咧 會不會很貴啊 來來來來 又可以泡沙 又可以泡水 一個晚上呢 白水管 八千兩百多塊 那我想問一下呢 因為這邊剛剛講到薩摩嘛 薩摩就覺得是賭基的故鄉 想問一下小芳 這邊有沒有辦法帶我們來一場 穿越古今的旅遊呢 當然有呢 我要分享的這個地方 不但有傳說故事 然後還有歷史文化 還被列入UNITESCO的 世界文化遺產 首先講的就是這個龍宮神社 因為剛剛一直講 海龍王 海底龍宮嘛對不對 所以一定有這樣子的地方傳說 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在洛爾島比較南邊嘛 長崎鼻 長崎鼻這一角 所以基本上沒有太多人知道這個地方 那長崎鼻這一角呢 事實上龍宮神社跟他們日本民間的傳說 誰有關呢 就是叫這個浦島太郎 所以有三個角色大家要注意 浦島太郎 海龜 還有就是海底龍宮的公主 公主 對 就是這個公主 這個神社跟一般我們看到的神社是不一樣 除了鳥居進去你會發現 怎麼會有紅色的 然後上面是白色的 再配上旁邊的大海是藍色的 所以整個很賞心願目 那這裡也跟一般神社不一樣的是 大家有些什麼住院的部分 是不是都是寫在繪碼或者其他 這裡一律寫在貝殼上 所以這邊有好多好多大家許願的貝殼 這樣子一個一個堆疊在上面 那接下來我要再跟大家講的就是仙岩園 仙岩園 這有名 對 世界文化遺產的 其實仙岩園你要有幾個地方去集中看 你才知道這個仙岩園幹嘛 因為它有4.8公頃 所以剛剛講的賭基 所以它也是賭基的拍攝地 那再來就是一個島金家族 就是這個島金家族在這邊是他以前的別地 那這個佔有4.8公頃的仙岩園你要怎麼看的 第一 所有日式庭園的 大家都有些既定的印象 可是它的池塘是井漿灣的水 那它又借著陰島火火山的背景 所以你看到都是純天然的借鏡 去搭它的庭園景色 所以很漂亮 那我為什麼要強調陰島火火山 因為大家知道那個只要是火山 如果沒有冒煙就是一座山 但是當它有冒煙的時候 感覺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整個仙岩園離市中心 也不過半小時的車程 非常方便 所以這樣推薦給大家 一定要按照這個路線這一套 所以這仙岩園看點很多 觀看這裡可以停留半天的時間 艾瑞克加碼推薦小方也加分 對 那我想問一下指數這個地方 亦帆 這個地方有沒有其他好泡的溫泉 一定要加碼的 因為指數不是只有鯊魚 還有一般的溫泉 那這一間為什麼我推呢 因為可以讓你一邊泡湯 一邊躺著看海 躺著看海 對 真的很推 它叫花枝溫泉飯店銀鬆 看到沒有 這個無敵海星 好美喔 它有一般房型 還有這個有私人風呂的房型 那當然一定要訂到 這個私人風呂的房型 所以提早預訂 那進去一樣是一個 這個榻榻米的客廳區 有茶具 有咖啡 有點心 而且它的泉水是24小時放流的 也就是說 它源源不絕的這個溫泉水出來 你無論什麼時候想泡 它都是熱乎乎的湯 所以這個房間我非常的推薦 一定要提早預訂 那它的早餐為什麼特別呢 一樣是會席料理 有沒有看到它中間有個凹洞 它直接在你餐桌上 凹一個溫泉池 它冒出了天然溫泉水 給食物泡的 對 給食物泡的 你可以在這邊煮那個溫泉蛋 然後還有新鮮的蔬菜 都可以丟進去 然後這個泡出來呢 你除了吃到那個食物的原味之外 還有一點點的硫磺味 所以那個味道層次是非常特別的 然後呢 份量也很足夠 而且它都是選擇最新鮮當季的 這個食材 蔬菜 牛肉 或者是海鮮 所以份量非常的足 那這種無敵海景的房間呢 其實它除了在房間泡之外 它頂樓還有 它頂樓還有一個Infinity的泡湯匙 就大眾的對不對 對 然後那又是另外一個境界 你知道你白天泡晚上泡那個景色 都會讓你陶醉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願意調鬧鐘起來 你真的調一個日出的時間 一邊看著太陽冉冉升起 然後海平面這樣融為海天一色 那個景色真的會讓你一輩子難忘 都已經去了 就要泡起來 一定要泡 泡到脫皮 而且它附近就有一個鯊玉會館 如果你不是只想要體驗泡湯 你想要體驗鯊玉 你可以帶著這個飯店的毛巾 直接步行到那個鯊玉會館 然後又可以在海邊 然後享受鯊玉的樂趣 那價格咧 我覺得看起來不便宜 真的 五千多塊啊 很棒對不對 對啊 這個景色值了好不好 而且還是含早餐的價格 五千多塊給大家做參考了 這個是包括了亦凡也在加碼推薦一個泡溫泉的飯店給大家 好 最後變成要齊悅哥壓軸推薦 要帶往去哪裡呢 電視牆來看到齊悅哥要帶往去的就是大分的 別府溫泉啊 沒有錯 你到了日本一定要去別府溫泉 為什麼呢 因為別府溫泉是全日本喔 對 第一名的溫泉區 第一名 它的泳泉量 OK 占世界第二名 在世界排第二 對 日本第一 世界第二 就知道這個就是日本最厲害的溫泉箱 哎呦 真的是壓軟 那別府呢 光一個別府地區呢 至少就有八個有名的溫泉區 好像什麼 冰鞋 鐵輪 關海市 不勝美局 非常多 所以它整個大的區域呢 全部都是溫泉區 那裡面最大的溫泉區是什麼 鐵輪溫泉 鐵輪溫泉 對 那鐵輪溫泉區 它又佔了別府的這個出權量一半 又佔了一半 你就知道 所以說鐵輪溫泉是全世界最厲害的溫泉區 真的不為過 好 那這個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明帆溫泉 明帆溫泉 對 馬桃之花 所以它選擇非常多 好 那這個裡面呢 關海市溫泉區呢 有一個這個飯店我非常推薦 是吧 三奶井 這個飯店呢 雖然在別府鼎鼎鼎有名 為什麼 因為地下規模之大 規模大 大到讓你呢 這個溫泉飯店裡面有遊園車 喔 厲害了吧 遊園車 接送 對 你可以坐遊園車呢 因為它的管太多太大 沿山而建 山壁這樣整個蓋上去 整個園區 裡面有夏平街 保齡球館 哇 太誇張了啦 這飯店裡面有保齡球館 然後有非常多遊樂設施 大人小孩通通在裡面呢 玩得非常開心這樣 整天的 光吃飯走到餐廳走十幾分鐘 吃完就走回去又餓了 又餓了 要整塊吃宵夜 可是它的風景非常漂亮 因為它是整個 就是沿著山坡上蓋上去的 所以你可以在高樓層的地方 可以看到整個 看到整個別府灣 然後它整個當然說 去溫泉飯店要泡湯對不對 哇 它泡湯精彩的 有 第一個它有露天的泳池 穿泳衣的 溫泉泳池穿泳衣 而且晚上還有漂亮的水舞秀 喔 哇 對 對 無邊境泳池泡著湯 看著別府灣 旁邊要水舞秀 你看 雞花對不對 另類的夜長會 那另外它的泡湯也是 它是那種梯田式的 五層梯田式的泡湯區 有那個就是男女分開的裸湯 喔 可惜了一點 可惜了一點 好 但是呢 也是邊泡湯可以邊看整個 就是非常漂亮的別府灣 可是你說萬一下雨怎麼辦 沒關係 它地方真的夠大 它有那種半路天室 喔 不用鄰宇的 不用鄰宇 那它也有竹湯 還有寢湯就可以躺著看了 統統都有 躺著到 所以呢 這兩天也很忙欸 對 真的 兩天也非常忙 而且它裡面它的房間 也有很多選擇 你要和室 陽室 和陽混和室 它都有 那真的飯店真的太大了 那它的吃呢 但因為它大 所以它的吃呢 大部分是自助餐 那它這樣子整個 就是下來的費用 其實很親民喔 一個晚上 這個非常親民 三乃井飯店 這個才6000多塊 含一餐 含早餐 加上晚餐 大概要加個不到1000塊才可以 所以它真的非常便宜 6500多塊含早餐 我覺得這個飯店實在 設施太多了 住個一個晚上 可能太忙了 不夠 住三天兩夜剛剛好 而且三天兩夜呢 白天還可以安排其他的行程 那就要問一下亦凡 那白天可以去哪裡走一走呢 接下來來到別府 我要帶大家去地獄 吃海鮮大餐 地獄居然還有海鮮大餐 到底上油鍋還下刀山 休息一下 九州溫泉瓶見 剛剛我們來到了九州的人氣王 就是別府溫泉 然後一盤說要帶我們去地獄 吃海鮮大餐 我跟你們說來到別府 你如果沒有去八大地獄巡禮 真的不要說你來過別府 因為這裡的景觀太特殊太特別了 所謂的地獄巡禮 因為地獄它是用不同的溫泉出口 造就出不同的景觀 有的像是這個龍捲地獄 或是紅通通的雪池地獄 看起來蠻驚悚的 然後白池地獄 也有像大海的海地獄 還有這種泥漿地獄 所以這真的是全世界 只有在這裡別府 你才可以看得到 由溫泉出口造就出 這麼特殊的景觀 一定要來巡禮一遍 那你說如果我們 沒有這麼多的時間 一個一個走怎麼辦 其實它有套票 就是大概大人是2200 你就可以去不同的地獄 然後它會幫你蓋章 就等於是收集這些景觀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點點時間 我推薦大家去造地獄 造它的造 因為造地獄 它一個小小的園區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六種 不同的地獄的樣貌 然後它叫一滴木 二滴木到六滴木 都在附近 然後你可以看到像是雪地獄 或者是看到像泥江地獄 那邊都有 那灌完了之後 你就會肚子餓了 我推薦大家要吃這個 真海鮮大餐 就是這一家 真工房鐵輪 這家非常的有名 因為你就可以去那個 販賣機先去投幣 看你要吃什麼樣的食材 那種食材很low 不會 它有和牛 有海鮮 有扇貝 有鮮蝦小卷 直接在販賣機買 都在販賣機 你就買你想要吃的 然後那個票券你再去貴台阿姨領 最新鮮的食材 還給你一個小籃子 然後你就拎去這邊蒸食物的地方 然後有專人解說 教你怎麼樣蒸熟食物 怎麼樣蒸最好吃 大概的概念就是 你放進去這個蒸籠梨 然後用溫泉地獄的蒸汽去蒸熟 15分鐘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他說那乾等要幹嘛呢 乾等不無聊 因為它附近還有免費的足玉 然後還有蒸腳的 你就把它腳伸進去 就是很像那種 新陳代謝立刻你知道 就循環起來 真的通體舒暢 蒸了熱呼呼的時候 再回去拿你蒸籠梨的食物 然後大蛋一番 就覺得非常的爽快 所以你到了別府 真的地獄走一走 沒想到地獄的美食 還那麼好吃 地獄走一回 地獄巡禮好好玩 所以我想問一下 齊悅哥 那我們這周邊的人間 可以怎麼玩咧 周邊的話 那其實我非常推薦去坐那個 它的纜車 纜車 可是通風纜車其實坐不會很久 大概差不多就是坐10分鐘 10分鐘 可是坐這個纜車10分鐘 你可以眺望整個別府市區 加別府灣 然後整個山景加海景加城鎮 對 那非常漂亮 CNN它有評選出是 日本31大美景之一 就是坐這個賀劍纜車 去眺望整個 就是別府的整個的美景 還被CNN票選過的 那這個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明帆溫泉 非常特別 是唯一可以帶回家的溫泉 帶回家什麼意思 因為你說泡溫泉 只在那邊泡對不對 對 泡完之後你想念那邊溫泉怎麼辦 對 沒關係 明帆溫泉是可以讓你帶回去 因為它有湯汁花 對 是拿跑特瓶裝嗎 不是跑特瓶裝 它的湯汁花呢 其實去看喔 他們整個就是 湯汁裡面的棉溫泉 它有那種非常漂亮的 小河掌屋 那它上面就是茅草 因為它的整個下面的 溫泉的蒸氣上來之後 他們用這樣子的一個 茅草小屋去蒐集蒸氣 這加上它原本的 那邊的土質 青年土上面呢 會自然結晶 成為那種就是湯汁花 那湯汁花其實就是做 明膽的原料之一 所以又成為明膽溫泉 那這個湯汁花呢 把它蒐集回來之後 變成湯汁花的那種粉 對 你就可以帶回家 對 在家裡泡澡 然後你想要泡的時候 你把這湯汁花放到溫泉 家裡面的熱水裡面 你就可以泡明膀溫泉 自製的 自製的 就回到了這裡了 對 所以這個是最特別的 然後你還可以呢 就是吃它的真布丁 明膀溫泉有真布丁 吃的時候有那種很特 就是除了布丁的滑嫩香甜之外 還多了那種溫泉的 那種溫泉味道 非常非常特別 這個厲害了 這個齊悅哥最後呢 又替自己所推薦的地方 又再加分了一輪 所以最後還是要看其他人買不買賬 針對了這齊悅哥最後的壓軸推薦 其他打人覺得如何呢 請舉牌 來看到一帆齊悅哥都是給一顆心 左手邊 阿樂克給一顆心 小胖 唉唷 猶豫之間還是給了一個愛心 要給不給的 但不管怎麼樣 最後壓軸推薦 今天總算出現一個滿分啦 就是我們的別府溫泉 只是在這裡還是要問一下小胖 怎麼了 為什麼要猶豫要給不給啦 其實我覺得 我曾經去過別府八大 就是八大這個地獄溫泉也蠻多次 可是後來我去了一個地方 我才發現什麼叫做真正的地獄溫泉 就是我要介紹的 真的不夠地獄 因為剛剛都講的是 比方說怎麼下來之後形成的溫泉 但我要帶大家去看的地獄溫泉 等於是源頭來著 它就是在長期的雲仙溫泉 其實這邊的溫泉有1300年的歷史 在明治時代是很多外國人 會去那邊避暑的一個聖地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它是 所謂的真正的地獄溫泉 因為你知道嗎 它是從它怎麼形成的 它是屬於地下熱源 也就是岩漿 經過高溫高壓 從這種岩石通泵出來的 所以我現在講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這種泵出來的噴孔 噴水孔區就對了 就是噴氣孔就對了 不會很燙嗎 你剛剛不能聚摸也不能泡 但我要講的是這整個 它告訴我們的一些 因為你可以在那邊看到 它所有的指示牌裡面 會跟你講溫泉的行程 然後還有一些地貌環境 那它其實在一條路上 兩邊加起來 整個雲仙溫泉會分 古湯 新湯跟小地獄 那這個地方在古湯跟新湯的中間 一條馬路左右兩邊 都有地獄溫泉 加起來有30幾個 而且它規劃的步道讓你一個一個看 首先我從左邊的步道走上去之後 因為全部都是煙霧瀰漫 真的是這樣子 感覺就像地獄那種感覺 然後你到了第一個地方 它會有一個小亭子 你就可以 比方說你要弄個溫泉袋 你就跟他買一下溫泉袋去煮 但是我覺得最特別 大家都講足域對不對 這裡不是足域 叫足針 針氣的針 你是穿著襪子在石板上 感受這個熱氣 所以很不一樣 那你就一路 我覺得這裡的地獄溫泉 是自帶效果的 怎麼說 自帶音效的 你知道它 你就跟著它的這個 這個我們講的圖標裡面 去叫慢慢找 有個叫大叫喚地獄溫泉 大叫喚 大叫喚 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很會叫 很會叫 你的確到那邊 就是被那個噴水出來的聲音 感覺到 哇 哄哄哄哄哄 真的一直在叫 真的一直在叫 很厲害的 所以你就跟著這些圖標去告訴你 你有什麼看到的地獄溫泉 還有泥火山 是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去這樣一個一個 這樣看的時候 它有一個區域是可以讓你摸一下水溫的 所以讓你感覺一下 那當然你就覺得 這都全部是地獄溫泉也不能泡 不是的 它在溫泉街的旁邊 所以從溫泉神社的另外一頭 全部都是你可以去泡的湯屋或者是住宿 然後包括小吃一條街都有的 所以是非常豐富的 我覺得這個地獄溫泉會有別於我對 別府地獄溫泉的一個想像 所以這厲害了 別府的地獄這小方角不夠看 加碼推薦到了長期雲仙溫泉 讓你快樂是神仙 今天就感謝我們的專家來賓提供的寶貴意見 真的是天氣冷就是要泡溫泉 去哪泡 當然就是有溫泉王國之聲的九州 哪些必泡溫泉 今天全部都帶給大家 感謝你的收看 NEW金淡浩 下次見 掰掰